嗨 我是劉昕 今天這支影片要跟大家介紹的角色 就是我們的冷面小青龍 單橫隱樂 說實話 其實我很想要跟各位科普一下 單橫的冷知識 但我又怕爆雷給 還沒有看過主線劇情的觀眾 雖然不想被爆雷的玩家 建議直接跳到這個時間點 才不會被我爆雷到喔 那就倒數5 4 3 2 1 都跳過了吼 那我就開始說囉 首先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單橫隱樂中的隱樂兩個字 其實並不是他的名字 而是一個稱號 單橫之所以會有隱樂這個稱號 是因為他曾經是池民族的龍尊 而龍尊在池民族裡 是身分地位非常崇高的存在 也就是說只有龍尊才能配上隱樂這個稱號 那有看過主線劇情的玩家可能會想說 白鹿以後也會成為龍尊啊 那他為什麼不能叫做白鹿隱樂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白鹿目前的年紀太小 而且在管理上的經驗也明顯不足 所以白鹿需要再經過成年禮後 由池民族的龍師幫忙灌上稱號 他才能夠成為真正的白鹿隱樂 但我想機會應該是不大啦 因為他本人非常抗拒成為池民族的龍尊 看主線劇情就知道了 所以米哈游就別逼他了 除非你們想要賺一筆 除了前面的冷知識以外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其實單橫的中文配音跟原神的公子 還有崩壞3的夜宵都是同一個配音員喔 不得不說配音員真的都很厲害啊 那前面介紹的那麼多 相信各位對這隻角色的背景 都有一定的了解了吧 那就事不宜遲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單橫隱樂是一隻虛速屬性的毀滅角色 他是一隻需要依靠戰技點 來強化普攻傷害的角色 也就是說他在戰技點不夠的情況下 傷害量就會大幅降低 所以隱樂在組隊上 最好搭配像是花火這種能夠 回復戰技點的角色 玩起來才會比較舒服 那接下來我們就趕快來介紹一下隱樂的技能吧 首先是戰技 隱樂的戰技跟其他角色不一樣 並不是用來打傷害的技能 而是用來強化普攻傷害的技能 也就是說隱樂每按一下戰技 都能強化一次普攻 最多可以強化3次 並且每按一次都會消耗掉一個戰技點 所以我們光是從戰技的描述中 就可以很明確的知道 隱樂相較於其他角色會更吃戰技點 接下來是普攻 剛剛前面有提到 隱樂每按一次戰技就能夠強化一次普攻 而每一次強化普攻 能造成的傷害量以及攻擊次數也都不一樣 所以我這邊就直接分成4種攻擊方式 來跟各位介紹 第一種是0階普攻 摺之 可以對敵方單體發動2段攻擊 並造成虛速屬性傷害 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普攻是不會消耗戰技點的喔 第二種是1階普攻 順滑 可以對敵方單體發動3段攻擊 並造成虛速屬性傷害 第三種是2階普攻 天使鷹 這時候的普攻一共能夠對敵人造成5段攻擊 前3段攻擊能夠對指定敵方單體造成傷害 而最後2段攻擊則是能攻擊到相鄰的敵人 值得注意的是 隱樂的普攻從第4段攻擊開始 能夠獲得1層刺炸 而每一層的刺炸都能夠提升暴擊傷害 並且最多能夠疊加4層 也就是說隱樂從第4段攻擊開始 每一段攻擊都能夠提升12%的暴傷 所以第5段攻擊一共能夠吃到24%的暴傷加成 第4種是3階普攻盤拿躍躍 這個普攻跟2階強化普攻一樣 都能對敵人造成5段攻擊 只是傷害會高很多 正常情況下隱樂大多數都會用3階普攻來對敵人造成傷害 除非是在收尾的情況下 才會考慮使用前面的幾種普攻方式 還有一件是忘了說 如果覺得自己的普攻強化過頭了 也可以按取消劍重新強化 所以新手玩家也不需要太擔心操作上的問題 然後是天賦 隱樂的天賦能夠讓他在完成每段攻擊後 獲得1層抗星 並且每一層的抗星都能夠提供10%的增傷效果 最多可以疊加6層 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天賦效果是需要在完成每段攻擊後 才能夠獲得效果 也就是說隱樂的第一段傷害是吃不到增傷效果的 只有第二段以後的傷害才吃得到 接下來是終結技 隱樂在釋放終結技時能夠造成3段攻擊 並對指定敵方單體還有相鄰目標造成虛速屬性傷害 並獲得2個逆鈴 逆鈴各位可以直接理解成隱樂專屬的戰技點 他可以代替一般的戰技點來讓隱樂去做消耗 但最多只能持有3個 數量不夠了 一樣還是會消耗一般的戰技點 最後是秘技 隱樂在釋放秘技時會進入持續20秒的盤月狀態 這個盤月狀態能夠讓隱樂進行快速的向前衝刺 並且在過程中可以抵擋敵人的所有攻擊 隱樂處於盤月狀態並進入戰鬥時 除了能夠獲得1點逆鈴 還能夠對敵方全體造成虛速屬性傷害 技能加點的部分優先升滿普攻 其次是戰技跟天賦 最後是終結技 接下來是隱樂的3個行跡 第一個行跡是起車 這個行跡能夠讓隱樂在攻擊有虛速弱點的敵人時 提高12%的暴擊率 就是一個很單純的數值星魂 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 第二個行跡是浮沉 這個行跡能夠在戰鬥開始時 恢復隱樂15點能量 能夠讓他比較有機會在首次攻擊後 直接施放終結技 第三個行跡是修雨 這個行跡能夠提高隱樂抵抗控制類負面效果的機率 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 解鎖新聞1的隱樂能夠讓天賦抗星的疊層上限 直接從6層變成10層 並且每段攻擊都能夠再額外獲得1層抗星 這個行跡主要就是用來提升隱樂的傷害上限 還有出傷速度 解鎖新聞2的隱樂能夠在施放終結技後 使行動提前100% 並額外獲得一個逆鈴 這個行跡提供的額外戰績點 除了能夠提升隱樂的操作手感 行動提前的效果也能夠讓他在一回合內 不依靠輔助角色的情況下 連續攻擊敵人3次 而且這個星魂除了玩法上的改變以外 就連傷害上限也會大幅提升 甚至就連配對也能夠變得更加靈活 可以說星魂2次隱樂所有的星魂中 CP值最高且提升最大的一個星魂 解鎖星魂3跟5的隱樂 可以提升技能的等級上限 但星魂3的CP值會比星魂5高 因為星魂3提高的是戰技跟普攻的等級上限 對隱樂的提升會比較大 解鎖星魂4的隱樂 能夠讓刺咒效果持續到下一個自身回合結束 這個星魂主要就是用來提升隱樂 在施放終結技後的下一次強化普攻 就是一個聽起來很複雜 但實際上很簡單的增傷星魂 解鎖星魂6的隱樂 能夠在我方角色施放終結技後 使下一次的3階強化普攻 能夠提升虛速屬性抗性穿透20% 並且最多可以疊加3成 這個星魂看似能夠提升很多傷害 但實際上卻處處有限制 首先如果你想要吃到星魂6的加成效果 就需要讓我方隊伍裡的其他角色施放終結技 而在正常的情況下 隱樂會搭配一隻拉條角色 像是布洛尼亞或是花火 玩起來才會比較順暢 所以說在搭配拉條角色的情況下 隱樂想要在第一盒盒吃滿星魂6的增傷加成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這個增傷加成也並不是永久疊加 只要隱樂在施放終結技後 增傷效果也會隨之消失 所以對隱樂來說 星魂6的加成效果 基本上就是為了強化他的第一段強化普攻 因為解鎖惡命的隱樂 在施放完終結技又會拉條100% 想要在這中間穿插其他角色的終結技 其實實際上的效果也不會太好 更不用說抽到6命所需要的成本了 如果你是新手並且只有1-3抽的成本 我會建議先將隱樂抽到0加1 然後剩下的留給花火 或是可以觀望一下後續卡池的星期日 那如果你是已經有0命花火的玩家 並且也一樣有1-3抽的成本 我會建議將隱樂拉到0加1就可以了 因為2命的隱樂 由於能夠自己給自己拉條 也就會導致他吃不到花火的爆傷加成 因為花火的爆傷加成只有一回合 反而0加1的隱樂 能夠實實在在的吃滿花火的爆傷加成 所以整體來說 花火對於0加1的隱樂提升會比較大 至於在網上的星魂 我個人認為CP值不高 就不建議各位抽取了 因為2命隱樂的強度講實在話 其實已經比不上現在新推出的角色了 甚至是黃拳 所以就不建議各位多花成本去抽取了 那以上的抽取建議 不是用於強度檔 只是用於XP檔 因為隨著數值膨脹 隱樂在如今版本的表現 雖然也不是說完全不能用 但比起黃拳還有最近新出的亂破 在泛用度還有傷害上確實差了一大截 因為最近新出的角色 要嘛能夠自己上弱點 要嘛就是能夠無視屬性血減韌性 而以上這兩種效果 隱樂一種都沒有 講難聽一點就是技能機制過時了 當然我也知道後續推出的星期日 獲取有很大的機會 能夠讓隱樂重返榮耀 但畢竟角色就是還沒出嘛 現在說什麼也都只是猜測 就不建議各位為了星期日而特別去抽隱樂了 儀器選擇方面 4件套我會推薦快槍手 至於其他的4件套 由於有隊友上的限制 我個人認為泛用度不高 而且整體的傷害收益 其實也都差不多 所以就不特別介紹了 那如果沒有好的4件套 也可以考慮2加2的閃套 像是快槍手加廢土克 或是優索加廢土克都可以 只要能夠提供攻擊力跟虛速屬性傷害 隱樂都可以拿來用 所以各位只需要挑副屬性比較好的儀器就可以了 視頻選擇方面 我只會推薦繁星競技場 因為隱樂是依靠普攻打傷害的角色 而目前所有的視頻裡 也只有這個視頻能夠提升隱樂的普攻傷害 並且還能夠提供暴擊率 減輕他的雙暴壓力 儀器組附屬性選擇方面 虛幹選擇雙暴 鞋子選擇攻擊鞋 衛面球選擇虛速球 連結神可以選擇充能神或是攻擊神 如果是惡命前的隱樂 我會比較推薦攻擊神 因為惡命前的隱樂 不像惡命的隱樂 能夠利用終結劑給自己拉條 所以在攻擊次數少一個回合的情況下 我會建議帶攻擊神 提高自己的傷害上限 至於解鎖惡命的隱樂 如果有帶停雲的情況下 由於不會缺能量 所以可以帶攻擊神 那如果沒有打算帶停雲 其實也一樣可以選擇帶攻擊神或是充能神 如果帶充能神的話 就會比較沒有循環上的問題 畢竟隱樂的惡命沒有增傷效果 而是主打拉條100% 所以充能神確實能夠讓隱樂的惡命 發揮最大的效果 而帶攻擊神的玩家 其實就是主打一個我把怪物給解決 就沒有什麼充能上的問題了 因為怪物被消滅時 角色一樣能夠回復能量 而隱樂的傷害其實也不低 輕小怪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所以稍微慢一點 然後打出更高的傷害量 也是很不錯的選擇 各位可以根據自己的使用習慣還有隊友 來決定自己要帶哪一種繩子 我自己是因為有帶田園家專武 所以才帶攻擊神 給各位做個參考 附屬性部分優先撐高雙爆 其次是攻擊力 最後是速度 五星光追選擇方面 我最推薦專屬光追比陽光更明亮的 這張光追提供的暴擊率加成 除了能夠減輕隱樂的雙爆壓力 並且光追的效果融硬 也能夠在隱樂施放普攻後 獲得兩回合的攻擊力加成跟充能效率 不但能夠更進一步提升隱樂的傷害量 也能夠提升大招循環效率 而大招循環對隱樂來說有多重要 相信就不用我多說了吧 所以無論你的隱樂有沒有抽到惡命 我都非常推薦各位可以抽一張專屬光追 因為這張光追的整體泛用度還是挺高的 至於沒有打算抽專屬光追的玩家 也可以考慮繼一位星神的殞落 這張光追也能夠提供不錯的傷害加成 而且他還是免費的 所以CP值相對的也會比較高 四星光追選擇方面有兩種選擇 分別是秘密四星跟在藍天下 至於無處可逃雖然也可以用 但需要花錢買大月卡 所以整體的CP值不高 就不特別做介紹了 那我們先說秘密四星 這張光追雖然在滿精煉的情況下 能夠提供高額的傷害加成 但想要吃滿光追效果需要攻擊生命值比自己高的敵人 所以在效果上比起在藍天下會相對更麻煩一點 但整體來說還是一張非常不錯的光追選擇 接下來是在藍天下 這張光追提供的傷害加成 雖然沒有比秘密四星還要來得多 但這張光追能夠在隱約消滅敵方後 大幅提升他的暴擊率 也就能夠確保隱約的傷害下限 避免他發生沒有暴擊的狀況 由於隱約本身的傷害就很高 所以在配對上 其實沒有必要帶-C來幫忙補傷害 反而直接帶上兩隻增傷輔助角色 才是最簡單暴力的配對方式 那我這邊就直接列出幾種隱約的配對方式 直接給各位抄個作業吧 那以上就是隱約比較強勢的配對組合 給各位做個參考 那關於以上這幾種隊伍 也有幾個特別需要注意的點 首先就是配速 隱約在搭配花火的情況下 我會建議花火的速度 至少要比隱約還要快1.5倍 因為花火不像布洛尼亞一樣 能夠直接將隱約拉滿條 而是只能拉50%的條 所以在配速上就要比較注意一點 那如果搭配的是布洛尼亞 布洛尼亞的速度就需要比隱約還要慢 才能夠讓他的拉條效果達到最大化 所以我會建議搭配布洛尼亞的隱約 可以在附屬性上稍微撐一點速度 至於亭雲還有玉空這兩隻角色的速度 我會建議亭雲的速度要全隊最快 而玉空就只需要比隱約快一點就好 因為這樣才能確保隱約在施放強化普攻時 能夠吃得到玉空的戰績增傷效果 說實話 隱約這隻角色最大的問題 並不是傷害量 而是技能機制 就如同我前面所說的 無論是黃泉幼或是最近推出的新角色亂破 都已經能夠無視弱點屬性血減韌性了 更不用說像流盈還有波提爾這種能夠自己上弱點的角色了 隱約光是能使用的場合就已經大大受限了 簡單來說就是 只要敵方沒有虛速弱點屬性 隱約就完全打不了 除非後續推出一隻能夠群體上弱點的角色 但我個人認為是不太可能的 畢竟這種角色只要出了 就等於把之前抽銀狼的玩家當成白痴看 所以在邏輯上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至於星期日這隻角色 到底能不能夠讓隱約再次崛起 我個人認為還是需要再觀望一下 畢竟技能都還不確定 所以就以目前的資訊來看 比起抽隱約 我個人會更推薦抽亂破或是下半卡池的黃泉 甚至有缺生存味的玩家 直接無腦抽殺精也完全沒有問題 當然如果你是隱約的XP玩家 我前面講的話 請當作我完全沒有講過 我認為你們可以觀望一下星期日的推出 看也沒有機會讓隱約重返巔峰 那以上就是單狠隱約的攻略分析 如果各位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可以幫我按個讚或是熱推 有問題的話也歡迎在留言區討論和分享 我是劉昕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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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